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 河北卫视同步首播 八年之后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 就是这样一部大秦帝国之列变 看得多少人流泪 竟然说怕我们看不懂 开场就是公元前362年秦卫的少梁之战 装备精良的卫军VS 积贫积弱的秦军 秦军中大部分竟然是老人和孩子 战场上的祖孙二人 不依秦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卫军 就是这样一群苦战的秦军将士 竟然恶着肚子在等粮草 就这样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秦县公营实习 此次他亲率秦军处政 欲收复卫国夺取的何希之的少梁之战 秦县公营实习身先士族 不幸身中卫军的狼独戒 命不久矣 不得不退兵 回到都城月阳养伤 这就是秦国的庙堂 吕中饰演的秦相公之妻简直太有气场 女儿泪流满面 唱的是诗经里的彩位 老大赢钱 为人正直 以自己在国中的威望 有力地支持了孝公与魏娘的变发 但在自己也受到变法的冲击后 又和旧贵族势力一起杀死商鞅 但终不支持复辟 老二赢徐良 招贤那是重用商鞅 开战变法 扭转了秦国雷弱的局面 秦相公一死 秦国朝堂之上风雨雨来 以甘农为首 D是大夫 坚决拥护零钱继位好 继续把控秦国朝政 而为国朝堂正欲六国分秦